2000年是西街联盟走向衰落的一年 联盟有五名成员简直三名 而且他们的年龄也十岁 开始由壮年步入老年 剩下的三头西街雄狮 他们不得不放弃部分狮群和领地 他们只坚守着马拉马拉领地与斯巴达狮群 可惜的是斯巴达狮群为他们生的第一批幼崽 也是在这一年因为意外都夭折了 斯巴达狮群在失去幼崽二十多天后 一头两岁多与他们刚失去的儿子年龄相绑的小熊狮 祈求着要加入狮群 西街雄狮默认了小熊狮的请求 而斯巴达狮群并不情愿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小熊狮是西街雄狮在别的狮群所生的儿子 狮群被入侵 小熊狮为了活命找爸爸来了 然而后骂却不答应了 但是小熊狮知道 想要活下去 他必须要靠狮群 所以任凭斯巴达姆士如何的驱赶 他都是低头臣服 死皮赖脸地跟着狮群不走 有时候为了讨到一口吃的肉 他必须要忍受姆士尖牙利爪的攻击 没办法 为了生存 不情愿 憋屈难受都必须强忍着 好在小熊是够坚强 尽管是在没有关爱 被嫌弃的环境中成长 但是他至少活下来了 不用在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大半年过去了 时间来到2001年 斯巴达狮群新的一批幼崽 陆续地降临 小熊狮的处境愈加艰难 由于互度心切 母狮们对于这头外来小熊狮 愈加地不信任 只要小熊狮进入到他们的视线 都会遭遇母狮的攻击 尽管这时候两岁多的小熊狮 他的体型已经赶上母狮 面对母狮的攻击 还是臣服求饶 随着狮群幼崽地逐渐长大 母狮也慢慢地 对小熊狮放松了警惕 小幼崽们也爱跟这个年长的大哥哥玩 然而长期地成长压抑 让他的性格孤僻 忧郁而又冷漠 他也实在放不开怀 与弟弟妹妹玩 盘玩过头了 遭遇母狮的攻击 寄人理下 养人鼻戏的日子 真的很难过 但是为了生存 必须要低头忍耐 默默地强大自己 进入到2002年后 小熊狮的日子好过些了 他不仅能帮忙母狮不猎 甚至能自己捕获猎物与狮群分享 他长得很强壮 从加入狮群那时候开始 他就不断学习 不断地模仿 提高自己的捕猎技能 他渐渐地成为狮群 狩猎大型猎物不可或缺的帮手 到了2003年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成年大熊狮了 他开始表现出对母狮的渴望 而母狮们也对他表现出爱慕之情 这可引起了细节老熊狮的愤怒 他们要把小熊狮逐处狮群 小熊狮还没有准备好 独自去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世界 他在斯巴达狮群领地上游荡 这时候的斯巴达狮群 也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危机时刻 一头老熙界熊狮突然离世 北方邻居猎炎联盟正虎视眈眈 准备对斯巴达狮群展开入侵 两头13岁高龄的 系界熊狮倍感压力 如果抵挡不住入侵 狮群离两岁出头的 所有亚成年狮子都会遭殃 北方的猎炎联盟 似乎也捕捉到 系界熊狮的弱势 他们咆哮着浩浩荡荡的 向斯巴达狮群领地迈进 龙马一声 在萨比山称霸 长达九年的系界熊狮 没有被吓到 咆哮着 抱着血染到底的气势 向入侵者的方向前进 让系界熊狮倍感意外的是 在他们的身后 突然传出浑浑的咆哮声 正呼应着他们 系界熊狮像是看到了 年轻时候的自己 两老一哨 巨大的狮子猴 响出了整个 斯巴达狮群的领地上空 入侵者停止了继续入侵 他们从对方的咆哮声中 判断出对手的实力 以及守护领地的决心 在经过很长的时间里 都不会再敢有两番之心 小熊狮的一吼 助长了系界老熊狮 守卫狮群的信心 为狮群的亚成年后代 争取了更多的成长时间 只是小熊狮的角色改变了 他不再是祈求 收留无助的流浪小熊狮了 他已经成为强壮 且体型巨大的壮年熊狮 现在是狮群需要他 他的老父亲熊狮需要他 他的弟弟妹妹们更需要他 小熊狮开始 跟着西街一起巡逻 学习如何成为 一名合格的狮王 这时候的保护区 也给小熊狮取了个名字 叫马克鲁 时间来到了2004年 两头老西街熊狮 已经老到无法巡逻了 潜藏在他们体内的牛街合并 随时会夺走他们的生命 在顽强的躯体 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 最终两头年迈体弱的西街熊狮 先后在七八月份相继地离世 统治了萨比森十年的西街联盟 他们改变了 萨比森的狮子世界结构模式 他们是第一批 萨比森与克鲁格威兰拆除后 自由迁徙流动的狮子 他们给萨比森本地的狮子 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狮子的生存故事 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在西街熊狮过世后 斯巴达狮群最大的亚成年刚满三岁 最小的只有两岁半 从此保护狮群的重任就落到了 马克鲁身上 此时的斯巴达狮群 北边面临着两头巅峰期的烈焰联盟 南边面临着四头罗拉克斯特联盟 此外 还有四头年轻的酷酷扎联盟 台怀在林地边缘等待机会入侵 无论哪一方的入侵 马克鲁都不能硬扛阻挡 尽管马克鲁的体型高大威猛 长期的狩猎运动训练 练就一身的肌肉和巨大的肺活量 他的吼声洪亮豁重 但是这些条件 在雄师数量面前 这些优势都不值得一体克鲁 来捕获完成的 有性能捕获大型的猎物还好 小心猎基本上都是不够分 这时候的马克鲁 相当于他们父亲的角色 他的绝对权威 令尚未成年的弟弟们 是绝对不敢挑战的 所以其余的兄弟前 经常会为了一点骨头肉 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